我们结婚二十多年 都是一路潮潮唠唠地过来的 但是我最近真的很失望 我的性格一直都是这样 不喜欢跟人斤斤计较 但是它对于钱方面太看重了 不是我对钱看重 而是这个家都是我在涨钱 它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这两年它想法越来越多 两个人的钱分得清清楚楚 我觉得没必要 我就是想知道 我们俩到底谁错了 到底还应不应该在一起 我也是想得到一个答案 这段婚姻是否还可以继续 让我们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陈先生50岁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陈先生 邓女士50岁来自四川职员 有请邓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啊 四川什么地方啊 四川的这一厢的 结婚多少年 26年 几个娃 两个 男娃女娃 一样一个 都结婚了吗 孩子呢 没有 那个大女儿现在在程度上班 小的个儿子还在我们那个市上那个职高 今儿来是为什么呀 平时我们两个就是产生了很多矛盾 然后希望得到各位老师和主持人指引我们能够他 对他有点改变 出现了什么矛盾 反正有很多时候我对他那个不满的就是他喜欢去玩他自己的 比如玩牌啊 跟朋友一起去玩啊 反正也是不喜欢在家里待着的 家里待不住的 平常的话除了上班的话就是喜欢打麻将 这个事我一个爱好 当然就是打麻将的时候非常多 比方说周六周日没上班都会打 或者是逢天过节的话都会打 这家谁管钱 都是我在管钱 因为我不喜欢让他管嘛 那个钱管了我就怕他拿去打牌 他根本就没有钱给我 他打工上班真的钱 基本上是自己用完了 这个事情完全不能认同 以前在深圳啊 从零一几年 零二年开始的话 从啊在深圳那边打工 10年的话 公司那边把我这边调回成都 调回成都的话 他也跟我一起回到成都这边来 那个时候我们 当然在成都也没钱买房 就在老家 准备在老家建房 2002年上班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工作只有500 03年就600 700800 我的工资就是在深圳那边 你加了一千多块钱的时候 一千五 一千六 一千七 但是从零五年以后 零五年以后到零七年零八年 您是在深圳收入多少 我在深圳的收入是 我在厂里面上班的收入 应该有加班嘛 加班有三千左右 那个时候 那两个孩子 是跟你们在深圳啊 还是在内疆老家啊 最小的小孩 我是在深圳生的 生了然后 家里面两个人收入不高 然后我几个月 我就把小孩带回家 我就希望他妈给我带嘛 我是想带他九个月 或者十个月吧 把那个奶割掉了 然后我就出去打工 然后他妈也不带 然后我只将我的 我的娘妈给我带 然后我就出来打工 那个时候 小孩就一直在家里面 我们也没拿过钱 回去跟我爸妈 我老爸老妈 因为年龄那么大 还要做农活 还要带小孩 我想的真的是 我老爸老妈很苦 其实就是两个孩子 自己都没带嘛 对 就是在深圳打工嘛 那就说在深圳期间 你也打麻将咯 对 这一点 也是我的一个缺点 当时在05年以前 生活费还要他的支援 当时如果是 调警察的话 没钱的话 还需要他去 在老乡啊 回家就拿了一些 接着做生活费 这点的话 我常常理解 所以这个生活里的事 你稍微问一下 你就知道 咱把常识一对 就对出问题了 在深圳打工八年 到10年说 回内疆 买不到一套房子 那要不是 没好好打工 要不然那钱 就不知道被怎么祸祸了 等于你们家的钱 就被你祸祸了呗 基本上可以这样说 是 10年之后呢 就回来了吗 10年回来之后 我一起跟他一起 一个公司上了 应该是上了一年吧 他就是我行我素 然后辞职出去了 就这几年到现在 都是三天两天 一会儿换工作 一会儿换工作 然后就几乎没什么钱 然后也没的钱给我 给他管 我们这个家庭 搞得现在这个样子 房子买不起 也就是因为他 他打牌 虽然说他的工资交给我 我是一直省吃结用的 然后把这个钱 存在那里 一说他打牌 我就跟他沟通 我说你别去打 他不但不听我劝 然后还凶巴巴地凶我 然后说 你觉得我这个日子过不好 你给我两个日子过来苦 你可以滚呢 他就这样骂我 然后我还包多钱 去给他还债 好 除了钱之外 还有什么对他不满意的 除了钱之外 然后我就说到 我老爸老妈 他那个房子是厨房嘛 快要塌掉的 是不是 然后我姐姐妹就商量 就说要跟我爸妈修房 我爸妈也是拿不出钱的 也是比较艰苦的生活 然后我就回来跟他商量 我说反正钱就不多 我去接一点钱 然后给我爸妈 我姐姐妹先抽一遣 给我爸妈修房嘛 他就反对 他就凶巴巴地骂我 就说你要拿钱修房 我对你不客气 我不同意 就是说那个 给老爷妇建访的原因 因为我还签 我这边我老爸老妈 三万块钱左右 三万块钱左右 是怎么来的 儿子跟以前女儿的生活费 一个月两百块钱 我们两个人在外面打工 累积起来的 累积起来 差不多就是三万块钱 包括他就是平常 我老爸老妈在家里面 需要跟儿子教什么东西 一些乱七八糟 反正我老爸 写了一笔账在那个地方 我说你当时你有钱 支援娘家建房 我说他怎么没有钱来还债 还有一个 就是老爷父已经八九十岁了 是不是 他大姐他四妹 这三姐妹都凑了个钱 万一老爷子跟那个岳母 这边生个大病 有个什么事情 还需不需要大家来凑了个钱 是不是 凑了个大姐 大家都拿不出来 到时候又去接 所以说我这点是完全反对的 你把个钱放在那里 是不是 他到时候真正的有急用的时候的话 再把个钱拿出来不是一样的 这个钱的事我听明白了 还有其他的钱的事吗 就今年嘛 就今年四月份 大概四月份左右 我也想去在成都买房 我一跟他商量也是反对 有钱吗 去成都买房 他就想买一套公寓 可能也就是二十块钱左右 那个就是一间房子 那种小房子 公寓式的房子 可能大概要花二十块左右 当时的话 二十万左右 他不是说给我商量 他就说他就 我说你哪里来钱是不是 你买房是不是 你又把那个叫什么钱 给了岳父那边一些 家里面的话 平常那里还有一些开支 加上你自己的话 做点美容 万七八糟的 虽然说这个钱是你自己挣的 但是我这边没钱 我当时就是好奇地问了一下 你哪里来钱 他说你管的我哪里来钱 我没钱 我不可以向朋友借 这个首付的钱 我还能借得到 是不是 我的主张是不买 要买房子的话 多缓一两年 不管在成都 我估计买房子 是比较困难 因为一两万块钱 一个平方 我就说到时候回去 说回内疆去 那个买一个一百平方左右 那个 那很快的 是不是 现在两口子 一个月 一万多块钱一个月 你那一点点的话 有关什么事情吗 是不是 但是你从来 没有跟我说过 你的规范 你想怎么规范 当时我给你 跟你讲的是怎么说 然后一说就吵起来了 我说你 你不能买了个房子 你当时来跟我来 一句什么话 关你求死 又不是你的钱 26年了 日子过成这样 对啊 还要止入明灯 通过主持人或各位老师 就指引一下他 去改变他 不要再打牌了 改啥呀 26年了 打年轻的时候就这样 但是我原来他打牌的时候 马上50岁了 还这德行 对啊 他原来打牌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期望他 老了一点 会改一点 会为家 为中心 不要以自己的 国人的中心 去生活 所以您是希望他 回归家庭呗 对啊 然后打了牌了 什么都不管 然后又家里面的 什么事也不会做 然后我还要 假如回来 下班回来 我要买菜做饭 洗碗 洗衣服 这个我打断一下 在13年 我们在一起上班的时候 在一个公司上班的时候 有一个月 你应该会承认 我是买菜洗衣做饭 一样都没有让他做 一个月 整整一个月 不让他做一件事 天哪 太伟大了 不是 你的形象立刻就光辉了 高大了起来 不是我自己光辉啊 26年就干了一个月 这活儿就拿出来说了 问题出在哪儿呢 最核心的问题 是对这个家庭 有没有责任 对吧 是这个男人 对家庭有没有责任 是这个男人 对自己有没有责任 是这个男人 自己有没有意识到 自己做得不对 你妻子提的是这个核心问题 他有没有问题 他有他的问题 现在你回答我三个问题 你觉得结婚26年 您对这个家庭 尽了责了吗 当然说责任肯定是没有啊 没有是吧 对 你对你自己负责了吗 对我自己也没负责 那您还说什么呢 我今天走到这里 不是那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因为我老婆的话 对我 对我的父母 对家庭 整个来说 我可挑剔 都是比较好 但是在二十几年前 给我结婚的时候 可能我当时受到有点激动啊 因为怎么说 当时我这样子骂个他一句 要不然你就滚 早一点滚 我哪怕我就是单身 我不愿意跟你生活在一起 你这样子跟我在一起的话 说不定哪一天我一激动 或者我还会动手打人 就是心里面毛躁的要死 我就不想跟你在一起 二十年前或者 我已经这样说过了 你非得要留在我这边 如果是用我 你这话的意思就是说 你怎么这么贱呢 对 我当时也就是 是这意思吧 当时也是这样子说的 不是你现在要说 这玩意干嘛呢 那你现在就不要 来给我扯这些 我既然你早就知道 我是这种人 我的天哪 你怎么 他是这么个逻辑 二十多年前我就告诉过你啊 我是一烂人 你愿意跟我过跟我过啊 我你要跟我过 我就这德行啊 二十六年之后说 你跟我提着我 二十六年前我也没有告诉你 我告诉你了吗 你活该你愿意跟我过 我觉得这已经很过分了啊 就当时你计划过不过分 你过不过分 我觉得你既然要跟着我就不过分 行 那个因为 因为在 他活该 在 他傻 哎呀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他的意思就是 你活该跟我 我就这样 所以他现在还要跟他清算 因为怎么说 我跟他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啊 觉得的话 两个人的痛苦 包括我女儿就说 你们俩怎么 我就我都不知道 现在女儿对婚姻的 他就说他都有点恐惧了 看见没有你两个这样过啊 你闺女儿以后觉得 也嫁得像你一样的男人 那是他的命 他如果是 那个男人 照同样的话 照我这样说他 如果他还来在哪里 那你自己活该 你自己的愿意才做 来吧 你听听老师怎么说你 行吗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他对你 我可以告诉你 一丁点爱意 谢谢大家 来来来 小温 就真应了那句话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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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听不懂 所以我只能说 你又穷又横 为什么 还用问为什么吗 横是不是 您一直都很横 对不对 您觉得自己有道理 我不是说很横 我已经跟他说过暗次了 我说我们两个这样非常痛苦 在二十年前 或者是三十年前 二十五年前 我们就说我分手 是不是 孙先生 我分 我到时候又来说 我说我说 把这个老话重新拿出来说 是不是 刚开始 通过这种方法 少无赖 有用吗 我在二十五年前 就跟他说过了 你有一点女人的尊严 没有 你这样子拖得大家的痛苦 刚才老师也是 今天到现场的就是 我就这样子 哪怕我就是以后 一辈子光灌 我心甘情愿 我同意您说的 妻子应该走 为什么 您父母花在您孩子身上的 每个月两百的钱 您记得那么轻 而您妻子 为你们家里贴补的所有 您却不记得呢 因为这个女人好欺负 我一直觉得 你们的关系里头 让我气得最胃疼的一点 还真不是您对大姐怎样 我最害怕的就是 听到你说 你女儿如果找了一个 跟你一样的男人 他活该 他命不好 但是我 男人这样想 随他 我们先不纠正大哥了 但你呢 如果这些年来 你过得苦 你想让女儿过得一样苦吗 你想让女儿 参照你的标准 去找一个丈夫吗 你想让你的女儿 在大街上 在大厅广众之下 被人羞辱 说你死缠烂打 是你非要跟我 我轰你走 你不走 你自己网上贴 你还怪我了 如果有人这样 对你的女儿 你能忍吗 我不忍忍 如果不会 那么在这个时候 你给你的女儿 做出了什么样的楷模呢 你让你女儿 看到的就是 我爸爸对我妈妈 一点都不尊重 那又如何 女人活该 就是要被人骂的 女人活该 就是要被人践踏的 女人付出多少 家里都是 不去领她的情 只会计较她的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根本不想说 你离开大哥之后 你的日子会如何 我只是希望 你有的时候 考虑一下 你要怎样 做出一个 生活的表率 给孩子看 什么是能忍的 什么是不能忍的 所以今天 我跟大姐之间 也就是一个母亲 和母亲的对话了 我不把它当成 是一个情感问题 我们今天必须来解决 你的人生 接下来是不是 能够有一个 指路明灯 这个灯对你不重要 对你的孩子重要 回去好好想一想吧 究竟要让你的女儿 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嫁给一个 什么样的男人 至于这个人 随他去吧 我们不批评他 因为有一些人 可能天生 他真的只适合 自个儿过活 他一个人待着挺好的 那就成全 大哥 你知道大家 为什么会在 整个的这个节目 过程当中 大家的情绪 会那么激动吗 因为我们在生活里 还是在这个舞台上 我们很少碰到一个 表现得那么冷漠的男人 也许是气化 也许是为了保护自己 但是我们看到的 都是冰冷 二十多年的夫妻 不管是因为什么原因 我们看到了冰冷 我们看到了 对孩子的冰冷 我们看到了 实际行动上 对老人的冰冷 不管是对自己的父母 还是对岳父岳母 这种冰冷 让人看着心寒 这是大家对什么激动 因为看不到你的热情 如果你还是那么懦弱 或者觉得亏钱 再这么走下去的话 米娜老师说得好 你如何面对你的孩子呢 两位 你们自己做婚姻的选择 还是那句话 没有对错 当然在陈先生的心里 已经有了对错了 陈先生高专远主地 在二十六年前 就成功地预言了这段婚姻 他是这样说的 我就是这样一个人 你跟着我就得 按我的方式来 否则的话 你不要再抱怨 如果你想这个婚姻继续的话 你就按他二十六年前的预言 这么走 听他的就好了 如果你真是按你所说的 想在这个现场 找一个所谓的明灯的话 那么你的先生在二十六年前 已经非常仙哲般地预言了 那就是分开 你自己掂量吧 我们说的今天都是情绪 有点过激 这个呢跟您说声对不起 我们态度不太好 但是我们每一句话 发自肺腑 谢谢您 也谢谢您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非常感谢这近三十年来的话 你对我们这个家庭的付出 刚才的话已经说过了 包括嘉宾主持人 都给了我们一些中肯的建议 还是觉得我们两个分析好一些 我觉得我们两个 还是活活气气的分析好 来 请亮灯 谢谢两位 请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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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大家登陆抖音 搜索爱情保卫站的抖音官方号 添加关注 每周四晚的八点到十点 以及每月的十四号 晚上的七点到十点 我们的老师们都会在 爱情保卫站的抖音官方直播室 跟大家直播互动 来分享他们的生活经历 来帮助你解决 情感当中的困难或者困惑 我们节目组的 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 我们不收取任何费用 向您收费的那都是骗子 接下来看看 这对夫妻的选择是怎样的 请开门 其实我们的嘉宾在这个现场 只是在节目当中做了一个选择 只是在此时 此情 此地 此景下 或者叫此刻下的 一个情绪的反馈和反应 十年了 我从来没有一次 希望这种情绪的反应 真的是生活的一个结局 我觉得只有当生活的结局 变成这一段 变成舞台上结局的时候 也许他们的人生 才能够获得